扣住 那第一個已經是進入這個歡迎畫面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關閉就好 好 那我們現在點到工具裡面的選項 好 這邊來先做個設定 它這邊工作區會做一個特別說 針對IRTRADE的使用者在設定 那我是建議不要因為 就算它刻意把位置擺得很像 你用起來仍然跟IRTRADE是不一樣 所以真的是不要太執著 就用它預設值就好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點到工作區這邊點開 好 一般點5就好 就是它說啟動的時候 你就把它用5就好 不要有歡迎畫面 好 然後復原接觸呢 我是建議150就好 因為這個Culture我們是不會拿來繪圖的 好 我們不拿來畫圖 畫圖我們統統一律在IRTRADE去做 好 然後再來 啟動音效不需要 好 再來顯示 OK 這邊不用理它 滑鼠滾動的預設動作是顯示比例 滾動滑鼠就可以縮放這個畫面 這個是Culture特色 它是延續像CAD工藝設計軟體過來的概念 所以是滾動滑鼠滾輪就會有縮放畫面 好 編輯 好 這個的話呢 就預設值就好了 就預設值就好 好 這個自動備份它說20分鐘 那這個就是特定資料夾 自己設定一個資料夾去放 看你要設定的話就開個資料夾把它裝進 指定資料夾 這裡就是備份的話所以去外面看 但是我建議是養成跟習慣 大概半小時就是按一下儲存 其他不用理它就按確定就好 好 接下來我們第一個要開啟的一些版面呢 幾個非常重要的版面 例如視窗裡面的薄霧視窗 這邊呢裡面就是物件管理員 好 這個一定要開 這個物件管理員是什麼 好 在這裡 物件管理員它就是等同於 Eatrator裡面的圖層面板 好 現在我們現在按一個新檔 在這裡可以按一個開信檔案 好 開信檔案的話這邊 一般一樣我們跟Eatrator一樣都是開A10 開A10 然後是直的 這個是糖的 這是直的 直的 好 那 CMYK跟RGB可以選擇 那我從 以前做圖到現在 像是 就是 用COSE的話都是一定要去送印刷 所以基本上我們預設的 就是 色彩模式就是CMYK 解析度300 預覽模式是增強 好 這個是指框架模式那是增強 好 這個線框模式呢 就是Ctrl加Y 那這個部分 我們都用增強 增強模式 好 那這個都設定好之後 我們就按下確定 這樣就是開啟一個A4的工作區的操作 好 那 因為我們在CODRAW裡面呢 一樣沒有說要繪圖 我們都用滑鼠來操作 如果你要畫圖也是請到Eatrator去做 因為他畫圖真的是太弱了 好 這部分如果你要畫圖 因為我們這個也不會拿畫LINE貼圖 所以這部分要畫圖的話 我們就是沒有說用手繪板 所以這個面板不用刻意把工作 工作區面板拉到右手邊這邊置放 不需要 就一樣讓它維持原樣就可以了 好 那剛才有提到 物件管理員 物件管理員這邊的話 你有沒有看到圖層1 圖層1的話就是說 我們現在圖層就一層而已 假設你要上鎖 這邊就一個鉛筆頂一下 變成鏡子 這一層就不能動 你就不能作動 好 那我們是按一下這邊 下方這個新增圖層按一下 你就新增一個圖層2 然後圖層1解鎖 圖層2上鎖 上鎖跟解鎖 好 那要有開關眼睛 可以看到或沒有看到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按列印的時候 要不要被印出來 這邊可以選擇 好 這邊可以選擇 好 那這就是圖層的關係 一樣可以左先按著 往下拉 調整圖層 好 然後這邊還有開第二工作區 就是頁面1 下方這裡按一下 你會第二工作區頁面2 好 那這個部分我是 不太建議開太多的工作區 我們一樣就一張一張來做 好 如果你需要多頁面的編輯的話 我還是建議要到 InDesign裡面去做設定 這個就是一張一張來做 除非你畫的東西檔案那麼大 你可以自我的掌握 才可以多開一點頁面 不然你開越多 這個會越來越慢了 甚至會當機 這是一個比較麻煩的情況 好 物件管理員 打開之後還有一個要開的就是 物件變形 然後這裡面的旋轉 這個要把它打開 還有一個就是對齊 還有一個是對齊 對齊分布 這個要把它打開 好 一樣在這裡出現 基本上這幾個 這幾個就夠用了 好 物件管理員 變形旋轉面板 對齊分布面板 這三個就非常夠用 關於構作的部分 好 以上就是 一些基本的設定 還有我們了解它工作區的環境 好 再把它開啟起來 好 像這個色彩顏色就在這裡 最右邊的面板 它的面積填色就是像這樣 連矩形工具 好 它右邊有三角形 就是按著彈開 裡面可以再選別的 好 畫個矩形 左鍵填一下就是面積色 右鍵點一下就是外框色 外框要變出的話 在上面這裡可以選擇 好 外框 按右鍵就會變外框色 按左鍵就會填面積色 這個是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左鍵跟右鍵操作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真的是 不需要拿繪圖板跟數位比 就是用滑鼠操作就可以了 好 以上就是環境的介紹 來 大家試試看吧 好 以上 好 以上 好 以上